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甚为妙法 本节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见如爱真实义 阿弥陀经书抄 诸位大德比修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抄书文 大本云多有菩萨 欲闻此经 而不能得 又今云 念于地狱 得闻佛名 则知闻此经 闻足佛名 大非亦是 超文 菩萨欲闻而不得 则二称凡夫可知一 大本济云 若不往昔修佛会 于此正法不能闻 已成清凤足如来 故有因缘闻此意 地狱 地狱闻佛者 华阎寄云 念寿地狱苦 得闻足佛名 不愿生天宗 而不闻佛名 故知此经 即于佛名 不亦闻也 今得闻之可服信寿 好 看这一段 这还是对前面的经文 释力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世经受持者 即闻足佛名者 来解释他闻这个经 按这个经的法语来支持名号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闻就是 闻词就是 闻思修三会 也就是信愿行三知良 这个闻足佛名就是 对上面所谈到的六方横河沙足佛名的闻寿问题了 好 这里就特别提出 这两者都是大不可思议 所以就引用大本无量寿经 大本无量寿经里面是谈到无量寿经的圣庙 功德利益 纵然是三千大千世界都燃起了大火 都要不惜生命 都要不惜生命 穿过大火去闻这部经 属于指合 为什么要这样的猛烈的心去闻这个法呢 就是无量节以来 有很多的菩萨 想闻这部无量寿经 属宣誓的净土法门 都不能得 可见 这部经 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 属于同部的经 只是想对开合的不同 要闻这部经 那确实还不容易 那菩萨想闻都不得闻 更何况我们这些博地凡夫 但是我们现在闻呢 闻这部经的很多 是不是就超过这些菩萨呢 那这里还是要有讲究的 这个闻经呢 上面特别讲的 闻世经 闻世文慧 受是师慧 慈是修慧 所以闻世经受慈哲 是文思修三慧具足 也就是信愿行具足 那要达到闻的程度 至少包括信吧 那么我们这些凡夫 用耳根 闻到了这部经 闻到了诸佛的名 但是落不到心里去 或者心里偶尔去思维一下 但觉得虚无缥缈 不能落实在行动当中 所以这就是耳根 听到这部经 但内心不能领会 这部经的宗旨 也如同不闻 所以现在讲的文 就是由这个经典的文具 所全息的宗旨 能够领拉 悲喜交集 产生信心 产生信心 都是在念佛的行持上 这就不是耳听了 乃是心闻 那这样就属于这样的标准 多有菩萨想闻这个境 而不能得 因为《华言经》说 对这个闻佛名的 这种价值的提升 是高扬到很高的程度的 是超越了一般生命的 以及五欲的享受的价值的 下面会谈到 这样就知道 这个文阿弥陀经 文信阿弥陀经 以及文信六方诸佛的名 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超文就进一步来分析 十方诸佛刹土的菩萨 享闻这部经 而不能得 那么声闻远距二层的闲人 以及聂力凡夫 享闻这部经 而不能得的数量 那就更多了 所以《无量寿经》 唐一本就有一个记子 在后面所表达的 如果不是往昔 《无量节来》 曾经修福修慧 福慧就是六度啊 那么在今世呢 你就对这个净土的政法 就没有机缘听闻 是由于往昔 是由于往昔多劫 曾经侵奉诸佬乃 就是在诸佛所 《无量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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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因缘 在今生闻到这部经 属全息的法义 你能够一看一听 对这个法义 能够听明白 能够内心得到感动 能够产生信心 这就是多生多节的 善根的法庐 如果没有这个善根 是很难听闻的 就像《金刚经》所说的 你对于《金刚经》所产生的 那种般若的深意 那你对这个乃至能生一念 清净的信心 那都当之世人 就不是在一佛二佛 三世五佛所终善根 乃是在无量族佛所种的善根 你才能听闻到《金刚经》 才能听到之后 不经 不布 不畏 那净土法门又是从真空显现的妙有 它的善根就要更深厚 才能够当下单喝 尽兴无疑 那这个足佛门 这个佛门就是自信万得的 在果地上的彰显 它有很大的开发我们内心 奴乃障信德的作用 是能令我们得到解脱的强缘 所以《华严经》就对这个文佛名的功德 极为高标 用一个比喻来说 宁可在地狱 要堕到地狱里面去 经受百千万劫的巨苦 但是他能够在地狱里面闻到足佛的名号 也不愿意升到天中 受微妙的五欲的享乐 而不闻佛名 那就可想闻佛名的价值量最高 宁可到地狱里面受苦 能闻佛名 也不要到天上受五欲的享乐 而不闻佛名 而从这个经典 这都是大乘原教的经典 所表述的这些道理来看 就能够体认这部阿弥陀经 以及六方诸佛的名号 是非常不容易闻的 那今生好不容易得人生 能信佛法 尤其又能信这个净土法门 德文阿弥陀经 以及弥陀经书展示的诸佛名 那就是百千万劫 稀有难招的 所以今生德文这部经 还能当面错过吗 就应该要依经典来信寿 好 请看下面 称礼则自信自诡是闻此今义 自信自觉是闻足佛名义 超文 自诡自词 则尊者不说 我乃无闻 是真般若 自觉自造 则无名无智 无体无相 是明如来 施则世间男性之妙法 不闻而历历分明 横杀足佛之鸿鸣 决听而轰轰在耳 可谓属魏文经 信之不移 成是诸佛 无空过折 好 对这句经文消归自信 从玄妙的道理上来全信 什么是文此经的法义呢 是表达自信自诡 鬼 这个鬼就是车轮子的那个具体 所以这个一般引申为它的秩序法度 就是我们现前因应的自信 具足达摩法则法鬼 所以这个经由鬼词义 鬼就提供标准 提供准则原则 那自信里面本质就有这样的准则原则法的精神 这就是文此经义 文足佛名的意思是表达自信自诀 佛为决意 好 现在对智慧自词进一步来解释 这里引用了一个公案 就是 虚佛提正在宴座的时候 山洞打坐 帝师来散花供养 这个 虚佛提就问 善花者是谁 他说我是第四日 来善花供养尊者 那尊者虚佛提问 为什么要供养我呢 说 第四天说 是由于尊者善说般若 虚佛提说 我没有说呀 没有说般若 帝师说 尊者不说 我乃无闻 是真般若 所以历来讲金刚经的人 像傅大师为梁武帝讲金刚经 就身座 身座把正母一派就下座了 梁武帝看看正准备听了 怎么莫名其妙的怎么就下座了 那就问 志工禅师看到他 这个莫名其妙 就问 这个你怎么以为呀 梁武帝说我听金刚经 傅大师怎么不说呀 那志工禅师说 傅大师啊 说金刚经已尽了 说完了金刚经 但是没有说一个字啊 所以在十项般若上 是不立文字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 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常常说 我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 如果说我说了很多金 那是绑佛 但实际上佛又说了很多 那就从哪个层面去说了 在理上来说 它是无说 这个自信清净 不立文字 不立一层 那应众生的根基 又次然说 无坚说 所以谈自信层面就玄妙了 尊者不说我乃无文 才叫真般若 你还有一个有说有文 那都是戏论的 而自觉制造 世民奴乃 这个谈奴乃 是要 还要从现前一念的体现去求 而不是到外面去求 所以古人云 外求有相佛 与辱不相干啊 你在外面求佛 跟你没有什么相干的 因为外面的佛不是真佛呀 一切佛为心属性啊 这是究竟的道理啊 所以现在就谈到 自觉制造就无名 无相 无名无智 如来离明字相 文字相 无相 无相 甚至无体 也必要执着有个体性 这是一空到底的 空空一空啊 毕竟空无所有 这里面 体会如来的意识 所谓真佛 屋里坐 识人 智不是 黄博禅师 常常讲 有一个肉团 身体上 有一位 无畏真人 在如等六根门头 放光度 无畏真人 无体无相 无名无子 但又能产生种种妙用 好 那这样 如果真正体认真佛若 就能体认阿弥陀佛 实实 处处说法 处处说法 所以就是不闻而历历分明 就是十方横河沙之佛 如果去宣说这个世间男性之妙法 在整个虚空法界都还存在 但如果我们用那个耳根 尸去闻 是听不到的 一定是不闻 舍尸用根 用它的测证闻性 不闻才无所不闻 所以不闻是切入到那种 如来的体性 在现象上 你才能够历历分明的 听到阿弥陀佛 处处说法 十方横沙之佛处处说法 好 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儒来 那儒来共振一法身呢 那十方诸佛也实实现前 这是华严经想解脱长者 他所谈到的境界 想借哪尊佛就能借哪尊佛 由于他切证到了真如来的本来面目 所以横沙诸佛的弘明 决听 决听还就是那种不二的境界 你在不二的状态当中 那十方诸佛实实在前 横沙诸佛的弘明 轰轰轰在耳 如果男性之妙法能够历历分明 那么阿难尊者 所未曾经 都能闻到 那这个实的真正如来 真实的如来呢 那这位行人 动今无量节以来呢 就是能够成世诸佛 无空过子 这个善财同志参喜目夜神 得三妹解脱境界 就问这个夜神是何时发心 何时证得 这个菩萨大叔祭吏 普洗床无垢写脱 这个境界 那这个喜目夜神就回顾 在无量节以前 她曾经是一个转轮王的 这个女儿 这个也是有一万亿神 在梦中告诉她 有一尊佛出世了 要她去供养 她就劝勉她的父王 以及宫中 还有她父母 所有人去供养 在这尊佛 坐下就发了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醒 然后就 就开始修行 那就动今无量节 都能够成世一一佛 这些佛都列了很多很多名字 最后在功德床 宝吉 宝吉祥登佛坐下 得到了这个 大俗记忆地 普习床 无垢解脱 这个解脱境界就是 身中能够献出 种种的境界 诸佛八相成道的境界 一些众生的 更新 喜要 求法的境界 那个非常广大了 所以这些都是在 正的自信层面 他一定是一一佛所 都要成世无空过折 好 请看下面 经文是 诸善男子 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属互念 皆得不退转于 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书文 诸佛护念 故得不退菩提 不退意见前世 抄文 抄文 上针 云和复念 今出其由 为词经 及佛明者 诗佛护知 诗佛护知念之 令不退也 又堂义 必为十方 十克加三 诗佛之属色寿 则非为不止六方 亦不止一横沙而已 好 这是解释第二段 文经 授词 以及文族 文族佛明 他能得什么利益 这所得到的利益是非常究竟的 真实大利 经文是这样表述的 诗诸 诗只是代识 就是前面所表述的 文诗经受词者 及文族佛明者 是表达这样的 那这样的众多的善男子善女人 他能闻信阿弥陀经 能受词 以及闻族佛明 能信受 他当下 皆为 当然 皆为就是没有一个 遗漏 都能够为十方 一切族佛之属互念 这个护念 父就是 保护啊 夫妇 用现在话就是保佑 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保佑 念就是意念 你能得一切 你修行就会远离种种的障碍 你能得十方诸佛的意念 就不会退转 就不会退转 信愿 所以正因为能得到十方诸佛的赋念 这些能够文经受词的善男子善女人 都能够对于俄罗多罗善命散布提 就是原教的佛国 都能够不退转 换句话来说 都能够成就俄罗多罗善命散布提 你看这个表述是不是非常终极的利益 也非常惊心动魄的 因为能得到佛的赋念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修行 真的在无量的 无有边际的沙漠当中 没有水潮 见不到边际 可能我们就是恐惧 面临的是死路一条 而且孤苦伶仃 所以在我们的菩提道业当中 我们是很渴望有一种保护的力量 但实际上这部经典明确地告诉我们 你只要信阿弥陀经 信愿念佛就能得到一切祝福的保佑 赋念了 那有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 不一定去认真思维这个事情 不一定在内心甚至是会认可这个事情 他男性就男性在这个地方 他这里就有着不可思议的 这种功德在里面 按通途的佛法 你靠智力修行要得到佛的赋念 那有什么水平的修行才能得到佛的赋念呢 就是他要至少破一品无名的菩萨 才有可能佛覆念他 这在叛教当中 别教属于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 原教属于初注以上的菩萨 他破一品无名 是正道的是法性 那个就等于是同身性菩萨 你在这个原教实注 你才是破成沙破剑尸 那没有破无名的话 你都叫一身性菩萨 一身性菩萨就得不到诸佛覆念 所以你通途的修行 想得诸佛覆念 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这样就凸显净土法门的圣庙了 圣庙净土法门靠他的 靠阿弥陀佛的慈悲力量 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那你就没有得到这种 原教出注那是分正位 在天台六极佛当中分正极佛 你破一品无名分正极佛 那你这个在净土法门来看 你就是相似位 相似位就是你破这个剑尸 乃至于观心极位 就是辅助剑尸 乃至于明智极位 只是这个福都没有福出 所以这个偶尼大师说 由于有阿弥陀佛的地方 相似位 即能蒙佛覆念 乃至相似位以还 相似以还就是观心极佛 也能蒙佛覆念 甚至一闻佛名 也能够 于同体法性中 得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 愿力的开发 生起这样的功能作用 也就是明智极佛的 这样的念力凡夫 也能蒙佛覆念 所以你看这里面 是诸善男的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知诸佛念 皆得不退转阿弥陀佛的 他的条件 没有提你 必须是一个断见识祸的人 或者破无名祸的人 只是说你具足信愿称名的人 你就能得一切诸佛的赋念 大家想一想 但这是不是很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 那有诸佛覆念我们就好办了 佛有微神不可思议的力量 佛能帮我们解决一些众生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就像大狮子菩萨念佛原童章里面讲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奴母一子 也跟这个经文遥相复印 那在观经里面讲 主佛如来是法界身 如一切众生 心想中 也是在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常常念佛 我只知道我在念佛 不能当下提认佛在念我 佛在保佑我 佛在信念我 那我们当下知道佛 不仅 实践模拟佛 阿弥陀佛 乃至十方一切诸佛都在覆念我 那就好办了 那我们就放心了 要么我们一直在恐惧状态 因为靠自己确实很麻烦 所以我们 为什么对往生这个事情怀着恐惧不安的心理 听说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 要清净心才能往生 最后一念是在阿弥陀佛上才能往生 他就完全是从自己的这一边来考虑问题 于是他就一定会谈功夫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功夫 但你当下在这里一定要建立一个信心 建立什么信心 在灵命中时 这个诸佛的覆念要发挥作用 它一定会发挥作用 它一定会令我们 心不颠倒 义不贪恋 正念现前 就是有这个正念现前 也是一切诸佛之属覆念的产物 你要这样去理解 这个覆念 原来我听到一个家长说他培养小孩的独立感问题 只有八岁 他就让他的儿子上医院 你自己上医院 那个小孩就培养他的独立感 那小孩看着这个老爸不带他去 也没有办法带了一些钱自己走 你说在北京这么一个繁华的老师 要他穿过马路走 那这个 这是不是太残忍了 但是这个做爸爸的他 他就是要培养他的独立感 然后并不放弃他 就在后面跟着他 跟着他 注视他 如果他安全没有问题 他就不出现 如果他真的有出了问题过不去 这个做爸爸的马上出现帮他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做爸爸的在后面在护念他的儿子 那儿子来做这个事 我听这是他教育他小孩的 他跟我说这个事 我就在联想 那这个佛是不是他比 爸爸对我们的关心还 还关心呢 他一定在护念我们 在注视我们 在不需时机的帮我们解决问题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到我是一个人在念佛 我是孤单的 别人不管我的 我一定靠自己的 你要当下思维 十方诸佛 连念我 我就像慈母连念子女 都像子女一样 你想我在念佛的时候 佛在念我 我这个儿子在念母亲母亲在念我 你有这个心去念 你是不是觉得更为亲切更为踏实 更有安全感 更没有什么恐惧呢 所以这个 这个经文所传达的信息 是很重要的 但也确实很难的 为什么这是一切世间 男性之法呀 那为什么一切祖佛会 覆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这就是进一步思维到 释放祖佛的 他的本怀悲心所在呀 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 都是释放祖佛的眼里 等同一指的 然后我们这些 念的凡夫在六道轮转 动今无量节 夫能今世得人生 侥幸了 真的是侥幸闻到净土法门 发起一念求往生的心 若一子乃子若七子 参念佛名 就能够横超三界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到极乐世界 就能得阿批八字 那可不是 这个祖佛非常关系的一件事情吗 这个法门让我们当生 就能够横超出去 那十方横杀祖佛 祖佛就会赞叹 就会随喜 祖佛的复念的理由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法门太圣妙了 那十方 祖佛奴事先八项成道 也讲了种种大称的法门 如果我们虽然今世得人生 闻到大称其他的法门 也种植了种种善根 但由于都在通途智力的层面 未必今生就能够 处理分段生事 是由于三界的轮回很难出 一定要断见尸或断尽才能够出 所以有些法门是很难当生产生效果的 那现在释迦牟尼佛宣说的阿弥陀经 是一个仰靠佛力 大圣圆顿的妙法 这个就像廉次大圣前面讲的 你信愿念佛就能 约三其余一念 其足胜于片年 你在能信愿念佛的这一念 就能超约通途三大阿征起劫的修行 就在这个鼠念的六字鸿鸣 这个片年当中 与观音士至文殊普贤 把守同行 其等 是这么一个圣庙的超约的利益 所以十方一切足佛的复念 就在这里 就看到了这个 他在复念 是通过我们信愿 持名的这个法的信寿 他的复念 所以这一点他就难信 但十方足佛 和他限量了解 所以这个法门 为什么叫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 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相信不能理解 你就这句话 皆为其诸佛之处复念 皆都不推荐 我们读了很多遍 我们可以倒背如流 但是我们内心 是不是理解了这句话呢 你真的这个经文理解之后 你的净土的安心啊 安乐啊 马上就会游生出来啊 如果还是在恐惧不安当中 还是在计较很多事情 说明你这句经文还没有理解到 没有理解到也是正常的 他确实难信 无量寿经在最后 佛寺告明的菩萨 说这个奴来出现在这个世间 是难知难见的 很难知欲也很难见到 那祖佛所宣说的经法也难得难闻 闻不到祖佛经法的众生太多了 那菩萨在这经法当中 你能够闻到大乘菩萨的 苏圣的法 足波罗蜜 那就比一般的经法闻到就更难 能够遇这个讲经说法修行的善知识 闻到大乘佛法能行 这也是很难 那次第的最后难 还有种更难 你能够闻到这个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能够产生信心 产生好药 马上去念佛 求往生 那么这样的事情 是难中之难 无过之难 就在这个世间当中 在追求精神价值的层面 在所有修行方面 没有比这更难的 这是难中里面的难 没有超过这个难 这就为什么叫一切 世间极难性之法 因为我们确实很难相信 现在一般人连地外文明的存在都很难相信 跟我们还说有十方诸佛的存在 而且十方诸佛 他还跟我们有这么密切的关联 他还在天天二六十中来保佑我 来信念我 那谁能相信呢 由于现在人和人之间关心有点一个隔磨 大家都关心自己 隔壁邻居都不知道他信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 熏息出来的 怎么会想到 十方诸佛还会来保佑我 还会来关心我 他没有这个概念 他很难相信 所以为什么大事实法念佛 超日月光佛讲念佛三昧 首先要讲一个众生跟佛的关系 你先要体认众生跟佛是什么关系 是亲友的关系 是母子的关系 你要建立母子的这种 天性相关的亲缘关系之后 你念这句佛号 好 就好办了 好 所以一定要 把这句经文要反复的体会 那 十方一些祖佛 覆念 这个念佛人 那这个念佛人 就毕竟 对大圣原教的佛果 就能证得 不退意 不退前面都讲了阿比八字 解释这个 揭示阿比八字 说了不退的含义 就是 这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第十一院 正定逼至涅槃院 你只要往上到西方极多世界 你就能得阿比八字 露大乘的正定句 露正定句 就直去大乘原教的佛果 中间不会有退转 好 在前面经文 所真问的是 云和覆念 一如云云和嘛 为什么 这部经是一些祖佛属覆念经呢 这是佛自己施舍的一个问题 自问自大 虽然是问摄地佛 佛也知道摄地佛答不出来 因为不是摄地佛的水平禁忌 自问自答 现在就给出了 十方诸佛覆念的原因了 就是你能够信受这个阿弥陀经 以及信受六方诸佛明哲 十方诸佛就会呼呼 夫妇 就是保佑意念 令他不退转无上菩提 唐一呢 就是玄章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 就要称赞 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 唐一本 唐一本 唐一本谈到 这个文士经以 深深信解 必为十方十科加沙 祖佛之所射手 就是闻到这个阿弥陀经 能够深深深的信心 理解 那这种人必定能够为十方 十科加沙 另外一种意义就是恒河上 十方 这么多诸佛之属射手 射 射手紧紧抓住 不让他再去刨到三个道里面去 六道轮回里面去 所以这个经文就谈到 就不止六方了 也不止一痕和啥了 乃是十方 一切诸佛的概念 好 请看下面 书文 阿者此云无 路多罗此云上 三秒此云正等 三菩提此云正觉 言无上正等正觉也 超文 就近几国 对下而言 明知无上 正观真谛 对邪而言 明知为正 等观俗地 对偏而言 明知曰等 一明曰 一明曰 辩 觉者 灵明自心 正觉者 兼上正等 二意 言此觉者 是无上正等 之正觉也 这是对于 犯音翻译的 阿路多罗三秒三菩提的解释 阿就是无的意思 阿弥陀佛 这个他都是无 诺多罗是圣 阿弥陀佛 这个这个 这个翻译 翻译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是大乘原教佛国所证得的 果位叫就近集果 啊就近集果就是 破一切的烦恼 习记都已经断尽 证得一切种子 那这样的这个无上 对等觉来来说 成为无上 证到了等觉菩萨 他还有一份身下 威系的身下无名未破 所以等觉菩萨还叫有上 是等觉之上妙觉 那就是叫无上是 所以对下面所证到的果位 而年就称为无上 这里这个无上呢 其实下面谈这个觉 有正觉 有等觉 这里就区别于三个境界 这个正观正地 对邪而念 明治曰正 这主要是针对凡夫和外道而念 不了解这个人我空的真谛 心外求法 这就是如果正到破见识或正人我空 就叫正觉 那么等正觉呢 这个等就是属于菩萨所修的境界 菩萨这个等观俗地 真地是指空性 那要从空出甲 真从空出甲 甲就是俗 俗地 那这个等观俗地 这就对声闻原觉 偏观而念 是声闻原觉 他只是观空 这个不能生起度众生 庄严净土的这个菩提心 所以这个等观俗地 对偏而念 偏就是二称其有观空 多偏见 所以菩萨等观俗地 正道的是道种制 声闻观空 人我空 正道的是一切智 这个觉的程度不一样 那正觉兼正等 那正觉兼正等 最后是谈这个觉 正觉兼上正和等两意 这就是指指佛属正道的境界 就是正一切种制 得中道的智慧 好 这里进一步 这部超文里面 超文进一步对这个价义对比 好 请看超文 量以蠢动寒灵 皆有佛性 则菩提者 佛于众生 本来无二 无明属福 遂存迷忘 是者邪觉 不明为正 身闻辟知 指破见思 虽得菩提 其道未忠 是者偏觉 不明为等 一切菩萨 已尽尘沙 未尽无明 虽得正等菩提 佛地幽远 不明无上 好 这就是谈 俄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有别语 凡夫二乘和菩萨 良语就是 对前面的书文给出 理由了 蠢动寒灵 就是一切有情食的生命 包括我们这些聂地凡夫 有一个自信上的 一个奥妙 就是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皆有儒来的智慧德相 儒来智儒来相 儒来的神通妙用完整具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佛与我等众生 是在体性上无二无别 这个本觉的体性 一切众生都具备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还是凡夫呢 就是有无明烦恼 无明呢就是本来真如法性 灵明洞彻 但我们不了解这个心性的本体 一念 妄动 不觉 这个就起了个念 这个念 就产生了一个能觉和蜀觉 绝明为旧 由这个绝明的对待 就生起了无明的三种细相 以及以境界为原来生起六种初相 所以我们就在心意识里面 十八界里面 来形成了念的凡夫的这种境界了 所以在心意识里面 无明烦恼里面 我们举行动念 都是邪之邪见 叫邪觉 这个 这个无明属福呢 就把一些虚妄的境界认为是真实的 但这些境界都是我们阿纳耶斯的 见分相分所显现的境界 本无所有 但我们执着它的真实 以这个迷忘的境界 来生起我们的贪恋执着的心 来造作恶业 就是这个无明的梦境就越来越厚重了 内心就越来越黑暗了 智慧就越来越显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虽然具有佛的那种决心 但在无明烦恼里面 所现在显现的全体是虚妄 是颠倒 所以就不明为正 好 再看身文和辟之佛 他们 身文就文佛的四圣地 三字七道品 来修道 这个 这个 是圣地 观四圣地苦空 这个苦尽灭道 辟之佛是观十二元祈法 他们虽能下手的方法各有不同 但共同所断的都是三界内的贱或施货 断见施货就长一三有 长一三界不受后有 就出分断生死了 而辟之佛又叫圆觉 他进一步清断成杀祸 所以比身文就事故罗汉 所正的境界还要更深广一点 好 那么这些身文辟之佛虽得菩提 他也有一定的决心 不破见识或人我空就能得一切智 但其道未忠 其道未忠呢 就是他不能 他只是能够证到空性 从甲入空 但不能从空出甲 更不能伤空甲 伤遮两边伤罩两边 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所证到的道 就不是中道了 只是悟道了偏 偏真的这种体性 就叫偏觉 不能做平等的观照 就不明为等 所以身文辟之佛有一个特点 他就好要那种 成空自济 喜欢自己在深山草庵 不见人群去修道 这个称为治了汉 身文的特点 对于生死心很切 厌力心也很强 但是菩提心发不出来 这个对于庄严净土 饶意众生的这个理念 不生浩耀 不生浩耀 菩提心没有在大乘佛法 就成为焦牙拜种 终止化成 永远不能成佛 所以一定要教法他们 进一步从空出甲 发菩提心 这样他才进一步 能够清断成沙祸 进一步的破无明 才能走向成佛的道路 好 下面谈一些菩萨 这些菩萨 倒是发了菩提心 从空出甲 六度万恨 已经断尽成沙祸 进一步甚至断无明 这个别教出地断一品无明 乃至于就别教来说 到妙节就断十二品的无明 但是呢还是未尽 未尽还有无明未断 那原教从实性开始 实性满心断成沙祸 这个初注 原教初注断一品无明 那进一步断四十一品无明 到等绝的位置 你到等绝的位置 还有一份身下无明未断 还是未尽 所以就叫未尽无明 但虽得正等菩提 就是他能够商空甲 商遮商造 有平等观 但是呢 他不明无上 不明无上就是他正到的道种制 分正一切种制 由于他能商造两边 商遮两边 他念念心心流入沙坡路海 所以他能得正等菩提 所以华言经表达那种实地菩萨 他们的智慧功德 也是无量无边 但是以他们无量节 修菩萨恨 所得的功德智慧 与一如来智慧相比 那是百分不及益 乃至幽波罗尼沙陀芬 亦不及益 所以这个普贤菩萨赞叹如来 圣妙功德 那是无能占尽了 所以就叫佛地幽远 就是这些菩萨乃至等觉菩萨 距离佛的果地还很遥远 所以诸佛所证的是无上 那这些菩萨 无论他是圆教初诸 乃至于等觉菩萨 他还没有到达这个水平 还有比他高的 所以他叫有上事不明无上事 好 请看下面 唯佛一人望尽觉满 如望夜曰 更无有觉过于辞责 明明无上证等觉也 明无上证等觉也 好 跟前面的凡夫二称菩萨相比 好 跟前面的凡夫二称菩萨相比 一人他才堪称无上证等证据 叫望尽觉满 这个什么叫望尽呢 就是一切烦恼 见或失或成杀或无名或 乃至于无名或最后的威系的那个念 都彻底没有了 离念 万里无云万里 天啊 这叫望尽 那这里就就尽主法 实相 顿正一切种子 这就叫觉满 觉性圆满了 这觉性圆满就比喻为十五的约量 望 说望 说就是出一 望就是十五 十五的约量最圆 比喻成你出地所挣到的就是出一出二出三的约量 那这个地地增上的 而他挣的约量呢 这个出八的 出十的 十三的 你到了这个成佛了 他就是十五的约量 没有所挣到的觉性超过于佛的 就比喻十五日的约量 最圆满具足 是一些众心中之王 最上最圣 威德特尊 就用这个就表明它是 阿鲁多罗三名三谱提 成为无上正等证据 好 阿鲁多罗三名三谱提 就是一切修行佛法人的最高的果位 究竟的保守 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佛说所有的经典方法就是趋向这个目标 那净土法门就是特别的指向这个目标 他非常圆顿 好 而且这个两土世尊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已经十方诸佛 都在帮助我们得到阿鲁多罗三名三谱提 所以念佛法门就是一个 让我们快速成佛的法门 也是有经文的依据的 好 那现在你只要信愿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仰蒙十方一些祝福的赋念 得这个十方祝福赋念 就对于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就不会退转 那相比较而言 我们修通图治理法门 也想证阿弥陀罗三名三菩提心 但是无量节以来 我们曾经有退转 静静退退 这一点我们在法华经就能看得很明白了 释迦牟尼佛 这个 由实开拳 由权显实 由本 由即显本 谈到这个余会的这些生文地址 实际上在成典节又成典节以前 在大通至圣儒来坐下 就已经发了阿弥陀罗三名三菩提心的 但是 退转了 所以无量节以来 成典节以来就退转在圣文会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修行大乘佛法 常常有一个比喻 叫余子安罗发 菩萨初发心 三世因中多 及其结果少 就是菩萨发阿弥陀罗三名三菩提心 的人就像余的子那么多 就像安罗花的花那么多 但是余那个子啊 能够成余的少 那个安罗花的花能结果的少 那发心的菩萨成佛的少 就是他有退转 那这个净土法门 得十方父念有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我们念力凡夫 由于通神念力 做什么事情都是容易退转 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力 大强勇猛的精神 都很难体现 别说动静无量节修行 你就让大家念一昼夜的佛号 他都会退转 哎呀念的半夜受不了了 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你说一昼夜你都坚持不了 都会退转 你更何况修动静 难心难心难忍能忍的菩萨道 那非常不容易的 谁知道我们容易退转 这里面佛的复念就很重要 你只要知识名号 祝福复念 就能让我们直接抵达 那个俄罗多罗三妙三菩提的保守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让我们堕在轮回里面去 不落在凡夫的世界 也不会落在二层的境界 二人见解就是终止化成 法化经化成欲就是谈到这些 这个声闻人心量辖地 如果跟他讲成佛的目标 在五百游巡 他就觉得太遥远了 走不动了 就干脆不走了 所以佛就善巧方便 用神通在三百游巡的地方 变化一座城出来 于是告诉他 成佛修行目标很近 都依稀仿佛看得到 所以用这个方便 这些人 好像是一座城在那里 就鼓起地量 就到了这个化成 到了化成 他们以为到家了 这时候佛呢 就告诉他 还没有到家 还要往前面走 但由于走到三百游巡 这个角力慢慢地也练出来了 心量也慢慢大了 这时候再讲成佛的目标 再让他发谱的心 这时候就有基础了 但如果你根基落地 到了那个化成 正到阿罗汉 你就认为到家了 我已经登涅槃了 我不需要再往前走了 那就是教要拜种了 那就是顿阿罗汉了 所以佛 佛讲这个开出二称三称法 是一个方便 最终都要引导他们 到这个五百游巡的保守 施舍洋车 路车 牛车 是引诱这些子女出来 最终是要给他大败牛车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它有个殊胜 你只要念佛 你就不会终止化成 不会得少为主 直接它是指向成佛的目标 也一定能够成佛 你说这是不是在修行 这个道路上 就很圆满呢 那这样的一个圣庙的功德 也是来自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加持 这里就引用无量寿金 法藏菩萨发的四十八大愿 这条愿是指第四十七条愿 就是释放一些菩萨 只要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于无上正等正觉 永不退转 相比较而言呢 你如果不闻信这个法门 你就有退转的风险 也就是无量寿金 特别唐一本再谈一个事情 就是修行大乘佛法的人 他也有大的威德 能升起这个广大佛法义门 这个概念很重要 就净土法门 作为一个为主的话 其他通图的佛法都属于义门 善导大师可能用个概念 叫门于正门之于的法门 这个唐一本无量寿金有个概念 叫义门 虽然在通图的那种义门法门 它有很多的证悟 境界 功德智慧 但是由于这个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他没有听闻故 就由一亿菩萨 退转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是佛言所见的 为什么能够退转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大威德者 他就是自信心很强嘛 觉得自己靠智力能解决问题 没有他力的加持 覆念 其原因是在这里 他没有诸佛的覆念加持 他在智力方面 在断自己的烦恼方面 他就上不去 能够在教化众生方面 他就也灭伏的智慧感化众生 那你要成就阿罗三妙三菩提 一定要自行化他 就是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才能够成为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自觉断剑士或成杀无名祸 没有祖佛父母娘加持达不到 化他令他人从无名大梦出来也做不到 你说自行化他都上不去 当然他就会退转 那真的现在看到一些修行人退转 那是不少啊 由于他对这 有的甚至就是原来修念佛法门的 但是他信心实际上没有解决 然后他就改修其他的法门 你改修其他的法门还求有可能 现在竟然是觉得地质规很高尚 都去念地质规了 今天都有个比丘尼也说 他们那个道场就是要修地质规 前几年我在东北说有个比丘尼也听到 这个地质规多么殊胜的光盘 他就觉得自己孝道没有做好 他就舍戒还俗 要去行孝道 所以对这个净土一法的文性是多么的重要啊 由于这个净土法门不能听闻故 就是那个有大威德的菩萨都有一亿之多退转啊 更何况你也得反复啊 因为你得不到主佛赋念佳批弥陀愿力的射受 你怎么去修行啊 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 好 请看下面 书文 然前云阿批八字 此 正此不退菩提一也 而身前身后一艘差别 超文 阿批八字云不退者 正言 于无上菩提不退转啊 然前云生彼国者皆得不退 此言闻今闻佛皆得不退 则不待往生彼国 而未生以前 即已成就菩提善根 不可破坏 旷福生彼而又退转 夫有二意 一则见现身不退如上属明 二则众其少受多障 不可往生 而趁此自知词力 佛复念力 必于来生菩提善根 亦不丧失 毕竟得生彼佛国度 如昔人为今生 及下持等般若种子 众为明了 才出头来 管取于般若中 现前现成受用 正此为也 阿比拔字 就是不退转菩提的意思了 这里面前面谈的阿比拔字 是指往生之后的事情 现在这句经文还含着 往生之前 不退转的意思 这个意思稍有差别 阿比拔字 中文就是不退 中文就是不退的意思 正面来阐输 就是于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绝了 不退转 但前面经文所谈到的 只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能得阿比拔字 都能够得普退转 那现在这句经文呢 是诸善男子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 知诸佛年 皆得不退转 因欧罗多善明上菩提 那这里还包裹 你这个只要闻阿比拔经 闻六方诸佛之名 皆得不退 那既能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不是等到你往生极乐世界 而是在没有往生之前 你就能够有这样的功德利益 那这个就显得更奇特了 你没有往生之前 由于你闻这个经 你能够受持 能够闻佛明 既已成就 无上菩提善根 像金刚一样 不会破坏 你现身就能成就不退转 更何况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更不会退转了 那你西方极乐世界 全体都是涅槃的 法性的境界 阿弥陀佛光明变照的世界 足上善人聚会一处的世界 每一切时一切处都能闻经说法的境界 那就更没有退转的可能 那这个奇特的原因 这里给出了两个意思 这里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第一是现身不退 就是你能够往生就能得不退转 这前面已经阐明了 现在第二个要讨论的 是你还没有往生 纵然你今生寿命短 或者厌障重 临终的时候 没有成半往生 没有成半往生 但是这句经文在你身上也能体现 但你趁着今生 你信愿称明的这种力量 以及十方诸佛赋念之力 你必定能够在来生 这个净土的菩提善根 他也不会失去 就是金刚种子已经在阿纳耶士里面 永不会消失 那这个金刚种子迟早由破土而出 起现行 又能信愿念佛的时候 那就毕竟最终也能够生到 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就像有人说 你今生下了此等般若种子 就是比如禅中 参禅 参禅他今生没有开悟 但是他参话头 若的这个种子呢 播种下去了 竟然今生没有开悟 但是他转身 才出头来 就是转身他又借着他的创习力 他对禅中 对这个中门下又有号要 又去参禅 那么他于般若中现前受用 那就是根基很利 一文千物 触击就能够明白 正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我们现在 无量寿司也谈到 这个有一种行人 闻到净土法门 闻到弥陀名号 能够一毛为奇 寒毛孔都竖起来 泪流满面者 这都是原来修行过净土法门的人 好 请看书文 称礼 则自信常觉 是不退菩提意义 超文 灵灵独觉 独照 寥寥常知 不争 不减 无德 无事 菩提及我 我及菩提 上无有进 云和有退 对这句经文 消归自信来理解 什么叫不退转菩提的意思呢 就是自信常觉 我们的自信呢 横长的 根骨根筋的 在放光 在具有它的绝照 这自信常觉 也就叫淋淋独照了 淋淋独照 独就是不宜 万法为理 无一 没有对待 那我们八思的心 也有它的作用 这叫虚妄的心的照 是有能有所 有能照 有所照 有照就有所不照 那我们的淋淋不昧的 自信的照 叫真照 真信的照用 是离开能所对大的 又叫无照 无照就无所不照 那这个自信的知 是寥寥长知 知之一门 众妙之门呢 寥寥就是很明晰 长也是超约时间 那我们的心意识里面 也有一些知 但是它也有 主课题 有能数 妄知 有知 就有所不知 真如自信的知 是叫无知 无知就能 无所不知 所以这样的 真知和真照 那就是不减不增了 就是在我们轮回的过程当中 无名属福 但这个真知真照 没有减少 在我们成佛 正到十相般若的境界 这个真知真照 也没有增加一点 你开悟的时候 没有得到什么 你迷失的时候 也没有失去什么 这叫不减不增 无德无实 菩提即我 菩提就是谈真觉了 这个我 在我们聂力凡夫 都执着这个我 我有主宰意 自在意 那这个主宰 实际上我们都想 把控一切 控制论也太谈 一个主宰意 但实际上 你在虚妄的心意识里面 你是主宰不了 任何境界的 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所以你想主宰的时候 你不了解这个 虚妄的我的无常性 所以你在迷失的时候 你认为这个 有简有实 你开悟的时候 觉得有真有德 有属德心 那这个 就不是真觉了 那就是忘我 那现在讲 菩提即我 我即菩提 就是 迷的时候 无简无事 你能够知道 迷的时候 无简无事 这个忘我 全体就是真觉 开悟的时候 无真无简 这个真觉 也全是 这个 由真起忘 这个 真 如和忘 是不二 一体 你把这个 迫 迫恼即菩提 菩提即迫恼 把它 做一体观 那么 就 既能是一体 不二 求其 静相 了不可得 这个进和退相待而言 你这个进向 进的向没有 那这个相待的退向 也不会有 所以在自信常觉当中 无进无退 菩提觉性 根骨常在 这就是不退菩提之意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三宝四宗恩 夏季山土福 各有建文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如报成 不义 阿弥陀佛 skyscra Iris 保安 富战佛